文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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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想世界 欢迎你来到文谦理想世界 也进入我们的 罗斯福的第三讲 在上次的第一讲 我们跟你说的是一个 权贵子弟 如何还懂得善良的故事 田园风光 令人羡慕 小孩子的时候 父母亲怎么样放手 让他自己成长 记得让他接受 最严格的学校训练 然后他的成绩不是B 就是C 但是他最重要的 他愿意去投入 很多慈善的工作 而且他认真地学习 历史 政治 英文 以及演讲 接着 他就非常年轻的时候 觉得 我要从政 因为从政才可能 真正地改变 这些穷人民运 他所诞生了 1900年代 美国已经是 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可是1%的人口 掌握了全美国 90%的财富 然后同工 每100个人流 就有20个小孩 是同工 他觉得要改变 这样的状况 至少要善待他们 然后接着到了第二家 他的人生 走上了从政之路 他也看到了国际政治 也看到了美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当沃森总统提出 要加入国际联盟 美国人民 对他的唾弃 在那一刻 他学会了独立思考 并不是老百姓 认为对的就是对的 他说我想找出 一切的理由 来附和他们 可是我没有办法 说服我自己 所以他有了 他很特殊的国际观 他同时因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 也让他了解 如何做危机的处理 最不幸的是 在那个时刻 民主党彻底的分裂 被唾弃 然后一百年来 最大的败选 他又被选为 副总统候选人 然后他输了之后 他又得了小儿麻痹症 我在第二讲 说谈到他如何 克服小儿麻痹症 以及最后他如何出席 1924年 那一次的党代表大会 那次党代表大会 是要提名他 成为纽约州的州长 这回他的妻子 所有的人都反对的 因为他身体才刚刚 1921年才刚刚倒下来 人们又认为 这是一个毫无把握的 一场悬战 可是小罗斯福呢 有一张照片 他很喜欢在 他的温泉郡 就是他后来在州长 买下的温泉郡里头游泳 因为游泳就无关 你是不是小儿麻痹症 他可以借此 减轻他 因为瘫痪带来的不自由 据说他很会养有 所以他的手臂 非常的有力量 然后呢 他为了显示他很有体力 常常说 我让你 把朋友找到 我让你先游一段 然后呢 他翻身养有 没三两下呢 他就追过了他的朋友 在温泉那个地方 然后接着 在1924年的时候 他又被提名成为 纽约州州长 第一次顺利地通过了提名 但是 其实他的妻子他们很多人是强烈反对这件事情 他们认为他应该集中精神在复健的工作 而且这一年还是共和党的天下 民主党是我输的 罗斯福告诉他们说 我必须参加这一次的纽约州州长的选举 到今天为止 历史学家还是搞不清楚 他为什么会同意哪一次的提名 但是 他投入州长的竞选以后 又是花了一个月 用火车 汽车 走遍全州 行程长达1300公里 你从一个副总统候选人都落败了 又去选一个纽约州州长 又少了麻痹一诊 这个人真的是疯了 他觉得他的失败不够吗 他觉得他的挫折不够吗 那一次 整体而言 是共和党的天下 然后当选的美国总统 后来在1928年 大小小的时候 还是美国总统 就叫胡佛 但是 小洛斯福赢了 州长 他常常开玩笑 因为他只赢了25000多票 他说 我只是0.5%的州长 当时人们就说 如果他赢得了纽约州州长 民主党可能可以复活了 可以成为下一任的 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因为这是美国的一个传统 就你去上了州长 就可以成为 总统候选人 尤其是纽约州 因为动辄观 这有一点像那种 守善之躯 但是州长这件事情 又给了罗斯福很好的训练 这个对他后来 在处理大小小的行政 息息相关 因为他是一个 不是只靠演讲 而是一个实时干事的人 他投入改善医院 因为他自己生病 健康的设施 工人的赔偿法 社会的改革 那也扩大了一些 重要的一些 前任的一些计划 那州长任期 很快的 他又再度的当选 又再度的连任 反正你只要给他 做到一个位置 大家觉得不可能 然后他很少的 0.5%的位置 他因为很好的政绩 他就可以再连任 那那个时候呢 美国是 1920年 全世界 已经是最繁荣的国家 到1928年金融 海啸之前 他一直都是最繁荣的国家 生活水准 全世界最高 美国的工厂 生产数 100万计 不管汽车 冰箱 收音机 电话 吸尘器 各式各样的 电器用品 工资 在1900年时候很低 在1920年时候 工资已经提高了 所以有的时候 你觉得 哇 怎么工资那么低 一直工具工具 只需要一段时间 大概到20几年以后 就变高了 所以在1920年时候 那时候共和党大胜 尤其是胡佛 在1928年 又成为了 美国的总统 其实没有什么人 看得出来 会有所谓的 1928年的大萧条 1925年的时候 就盖起了 Empire State Building 帝国大厦 我象征世界第一 大国崛起 那个时候的气氛是什么 我帮大家引用一段话 纽约股票的交易所主席 在1926年还宣布 每位受雇者 你们不要光傻傻地 领你们的工资 你只要投资股票 你就会赚钱 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 实际上是一个普遍 所以你们不要只拿工资 存钱下来 赶快了买股票 这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主席 在1926年说的话 他大力鼓吹 很多人也觉得想一气致富 口耳相传 报纸广播杂志 大家都这么说 然后呢 每天都在报道 这个平凡老百姓 怎么样买股票 赚了多少钱 因为美国的支架公司 太赚钱了 冰箱也赚钱 汽车也赚钱 什么都赚钱 好像没有一个东西 可以不赚钱了 有一个统计 从1923年到1929年 美国的股票上涨了多少倍 不是两倍 不是三倍 不是十倍 上涨了也不是五十倍 也不是一百倍 两百倍 所以你知道什么叫bubble 当平民老百姓 都在买股票的时候 就是这个股票崩盘的时候 成交量从1923年到1929年的时候 是两亿三千六百万 变成十二亿 快要乘以六倍 十二亿五千万 到处都是证券商 甚至当时连美国劳工联盟的主席 都说工人嘛 赶快去买股票投资啊 而美国总统胡佛 在1929年3月4号 完全没有想到 马上隔个七八个月 他就垮了 还告诉美国人民说 我对于我们国家的前途 我好不感到甘心 担心 他充满着希望 可是到了1929年10月 经济大崩溃了 整个1920年 所以我前面讲的所有的事情 繁荣就变成吹牛了 当时的股票市场大崩盘 我们后来称之为叫 经济大萧条 那你从根本的因素来看的话 就消费产品生产过度 这个我们现在听起来都好二手能详 所以你知道人类的贪婪永远都在复制 崩溃的情况也同样都一样 工厂过度扩充 金融银行制度没有监管 那个时候的工厂破产 公司破产跟工人被裁员的状况 我给大家一个数字 1929年的时候 有600万名的美国人失业 600万呢 那是多少人呢 美国的制造业降到1929年的一半 就是整个制造业只剩下一半 有一半的都垮了 你可以想象 有一半的工人没有工作 有一半的工厂都垮了 一半的公司都破产了 华尔街呢 因为当时没有现在这种固定的玻璃 都是那种可以打开窗子 天天有人跳楼 那时候冰箱的发明 比股票的发明慢 冰箱只有那个家用冰箱 没有兵饮馆的冰柜 所以呢 那个臭尸体 满街都是臭得不得了 听说那个味道还可以飞越 河流 在另外一边都可以问得到 当然这可能是口耳相传的夸大 但是天天都有人 梳成这样 开个门 跳楼吧 因为他九月开始崩盘 大家以为可以反弹 没有多久 越崩越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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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跌 越崩越跌 就是无底洞似的 而胡佛呢 他是共和党 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共和党 因为共和党是 最相信自由主义经济 大家短暂的上个课 什么叫做自由主义经济呢 所以后来历史学家说 事实上自由主义经济 或者市场经济 在1929年 这个学说 已经灭亡了 这个大小条 证明这件事 因为 他们以为市场 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可以自动负责 他的监管 拿来的手 每个人都吹牛 吹牛 股票都涨了两百倍 好了 按照自由经济 很简单的逻辑是什么呢 就是让市场来决定 所以该倒的就让他倒 所以银行就该倒的让他倒 随后来到了2008年 那些学过1929年 大家知道不可以让银行倒 就大家就说 拿纳税人去补助银行 其实讲那些话的人 是自己没有读书 没有读历史 因为你真的让自己银行倒 是的银行没有让他倒 这些制造贪婪的人 没有让他被受到惩罚 你很不甘愿 可是你让他死 你必须死 不是只有他死 连你老百姓都死掉 这是念过1929年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1929年 大家相信市场经济学 先是很笨的 相信有一个看不见的手 然后呢 大家同样都去买股票 然后看不见的手 变成看不见的鬼 然后最后把大家都搞得 变成穷光蛋 之后 他就说该倒的就让他倒 就倒了一堆银行 就信心崩溃了 从那一刻开始 经济学知道 有一个东西叫做心理学 经济不是数字 它其实跟大众的心理有关的 所以你要让大众的心理 稳定下来 然后胡佛同华 做了一个很蠢的事情 就是升息 他就赶快升利息 升利息的结果呢 银行就可以保住 那一升息 就经济更收缩了 因为根本没有人投资啊 那工厂就倒了更快啊 然后接着就是 政府呢 不要开支 因为政府没有税收了嘛 要维持小政府 维持小政府的结果 就失业的人更多 跳楼的人更多 他做了非常多错误的做法 最后一个做法就是 贸易壁垒 什么 提高关税 一提高关税的结果 老百姓 美国很多工厂 已经都是在做 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些冰箱各种东西 老百姓生活里 有一些其他东西 已经是从日本进口 比如像丝袜 当时有一个说法说 一个美国女人 她的两条腿里头 有一条腿的丝袜 是从日本制造的 所以就从日本那个地方 就开始东西的订单了 还有很多都是 从欧洲进来的 所以瞬间 老百姓的生活 所需要的东西 包括很多必要的 像乳酪等等 全部都大幅成长 她的消费水平 所以经济崩溃的更厉害 到1932年 在胡佛总统 愚蠢的市场经济 自由主义经济之下 底特律的汽车厂的产能 只运作20% 匹兹堡 这个最著名的钢产 它的利用率 只有10% 美国人几乎 有一半的人 它的储蓄都没了 美国出现了一个 最大的阶级 没有家的贫穷者 满街都是无家可归 需要粮食补助的人 就在这个时刻 1932年 美国的总统大选来了 美国从来没有这么 遇过这么普遍性的悲观 跟痛苦 曾经有的高度繁荣 哇 这个你要讲说 繁荣化为乌有 这个才就是 从1923到1929到1932 1933年三月 失业人口 从1932年的1200万人 变成1350万人 当时美国的失业人口呢 我刚刚特别跟大家提到 在1929年的时候 1600万 在错误的政策之下 1932年 已经到了1200万人的失业 到1933年 已经变成1350万人 婴儿死亡率激增 很多人都是饿死的 街上数百万人 没有家 四处游荡 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时刻 民主党 在六月的时候 芝加哥举行大会 他们知道他们会赢得 这一次的选举 那一年 罗斯福50岁 他在竞选的时候 正式的提名成 美国总统候选人后 他仍然主了他的拐杖 这个时候他的拐杖 对很多美国老百姓 意义不一样 他说 我向你们保证 我也向自己保证 我会为美国人民 做一件大事 人们说他 其实最了不起 就是他从来没有 用他的小儿麻痹症 勒索同情 他的坚毅 他走上来 他的尊严 可是无意之中呢 有些东西是不需要语言的 所以近在不严重 就是你看着 当时的照片 跟一些影片 还有想象 报纸里头的一些叙述 美国就像 罗斯福 是一个得了 小儿麻痹症 甚至失去双腿的巨人 但他如此的坚毅 他笑了隐忍 他没有倒下 他给美国人带来了信心 当他在竞选的时候 他谈论经济改革 他说 我虽然支持资本主义 但是这个资本主义 一定要被改变 这是1932年时候 最大的辩论 他认为资本主义 要被管理 而不是无止境地 让贪婪 侵蚀 这个社会 所有的人的努力 就在那场大选里头 后来的历史经济学家 会说 市场经济学 自由主义经济学 在那一次 已经灭亡了 所以到了这次2008年 像美国的联储的主席 Bernanke 他们都是学习 1932年 大小条的 像Colombia 非常著名的 诺贝尔经济学家 叫做 Joseph Stiglitz 他就受了 一个委托 然后找了全日 最优秀的 头脑的经济学家 组成了一个小组 于是叫了G20 他们提出来 正是全世界的洋行 一致降息 一致祭出刺激方案 他的后遇证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我们得消化 当时的债务 可是 如果没有当时这样做 我们经历的2008年 就不是你经历的样子 就更惨了 我们现在称2008年一次 叫金融海啸 但经济学上 正式的名称 叫大衰退 他为什么叫大衰退 不叫大萧条 就是因为他做出了一些政策 阻止他继续的恶化 所以美国政府 很快的拿了钱 就顶住了大银行 不是因为觉得 银行做的事是对的 而是 他是必须的 所以有些人喜欢放马后炮 因为他们有发生 像1929年一样的悲剧 那大多数的人 是不读书 不念历史的 所以现在会有一些 市场经济学家的人 说不该记住 当时的刺激方案 什么四万亿是不对的 这个是不对的 那个是不对的 有些事情的不对 在那个时刻 你听起来好像言之早早 你如果去阅读1929年历史 罗斯福当时 不只是说要管理资本主义 他当时就接受了 另外一套方案 就是著名的凯恩斯方案 那我们在下一讲告诉大家 他甚至把已经盖好的马路 还把它挖起来 然后他趁这个机会 把很多农村的水利工程 给做出来 也就是说 我在这个时候 政府得花大钱 做技术建设 这在美国历史里头 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概念 为什么 因为美国是相信 自由主义经济学的 越小了政府越好 所以不读经济史的人 整天说政府不要管太多事 政府什么事都不要干预 政府越小越好 这叫不读经济学的人 不读经济史的人 最爱随便乱讲这些话 问题是这个世界不读书的人占多数 所以这个世界永远都有不读书的人在统治 然后每次就不断地犯错 所以我们看从罗斯福的历史来讲 参加国际联盟就是对的 所以后来就有联合国 可是当时美国就给 你这样狠狠地教训 1929年那一次 其实胡佛也不是什么大混蛋 胡佛总统 他不过就是相信市场经济学 自由主义经济学 不过就是相信 彻底的相信 所以他彻底把美国跟全世界搞垮了 如果没有这场大萧条 日本跟德国失业率不会那么高 当然德国还有第一次世界 当然过高的赔偿费用 可是日本跟这个事是没有什么关联性的 结果呢 他就助长了日本的军国主义 付出代价的 你可以想象远到 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三省 以及后来我会告诉大家 美国的这方面的经济学的辩论 以及美国相信这个经济学的大法官 最高法院最后如何阻挡 罗斯福的某些新政 其实二次世界大战跟这件事情都息息相关 无论如何 1932年 罗斯福竞选总统那一次 他得到了全国的支持 以压倒性的票数 赢得了美国总统 美国是选举人团制度 就是赢几个州 罗斯福总共赢得了472张选举人票 胡佛只赢了59州 他只赢了6个州 民主党在参照两岸里头都是多数其次 罗斯福在那天选举结果时候表示 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夜 那天深夜 他的大儿子协助他上床 当选的时候 他知道了这件事情 侧身向儿子说 孩子 你知道我这一生只怕一件事 那就是发生火灾 不过从今晚起 我还要担心别的事 他的儿子问他说 爸爸你担心什么呢 他说 我很担心 我没有足够的力量 挽救这场经济大萧条 不容易啊 I like Ealing Sun I like Radio 您前面所收听到的 就是罗斯福的故事 一个人当选了美国总统 全世界最重要的强权 全世界当时崩溃的中心 他的胜选 没有喜悦可言 当时他的演讲是最著名的演示 我刚也不给大家听 最大的恐惧就是恐惧本身 另外呢 当时他所面临的局面 在1929年 刚刚大小条 很多人跳楼的时候 差不多统计是 美国有600万人失业 后来一连串错误的政策 到了1932年 他竞选的时候 是1200万人失业 那美国的宣传制度呢 你从竞选 当选 到就职 有一段时间 等到他就职的时候 已经变成1350万人 全美国 只剩两个州有银行 所有的银行都倒闭光了 他就是一个 毫无喜悦之情的美国总统 他带着使命 而不是权力的贪婪 出任了美国历史上 最伟大的总统角色